各位同学大家好,这一章我们实现了人联考其模块的一些基础功能 那么这节课我就来对这一章的内容做一个总结 因为小程序打包体积的限制,我们不能往小程序项目里边放置太多的图片 所以我们要开通对象云存储服务,用这个服务来充当图床 这里我们用的是腾讯的对象云存储服务 用着挺简单的,每一个上传的图片都有外部访问的院儿路径 我们在设计首页英雄区这个栏目的时候 通过院儿路径的确可以把图片引入到小程序的页面上 首页我们排版了部分的栏目,其中除了英雄区之外还有栏目导航 我们通过栏目导航可以跳转到人脸迁到页面 用户在拍照和重拍的时候,页面要实现取景框和照片之间的隐藏与显示的切换 传统的JavaScript需要我们先找到盗墓控件,然后再隐藏或者显示控件 但是在MVVM框件里边,盗墓控件的显示效果完全是通过模型层的数据来控制的 我们只要维护好模型层的数据,VMVM就可以帮我们管理好盗墓控件 那么用户拍完照之后,接下来就应该是执行签到了 执行签到之前,系统要先检查一下当前的这个时刻是否可以签到 这个就需要用到系统表里边的参数设定了 于是我们写代码从系统表里边读取数据 接下来封装到JavaSum里边 有了这些系统参数,JavaSum就可以判定出当前时刻能否签到 当然了,这里不光只参考时间 还要对比一下日期是不是普通的工作日 或者换修的特殊工作日 在这一章里边,我们把基础工作给做扎实了 那么下一章咱们就可以上传照片 不要用人脸识别算法去执行签到了 各位同学,咱们下一章再见